欧舒丹除了身体保养品热销,就连香氛系列也炙手可热,其中这款商品受到不少差缕足的喜爱。 其设计成小容量的喷雾瓶包装,不仅携带方便,使用上更是不受环境及空间限制。 特调的精油之中蕴含来自普罗旺斯的薰衣草、香橙、柑橘及天竹葵、温和且微带清甜的芳香,能让人为之放松,对于一道陌生环境就容易睡不好觉的人颇为实用。 在此提醒,如打算放入随身行李一同登机的话,务必将它放入20×20厘米以内的密封夹链带之中,以防无法顺利通过安检。 经常关注香氛产品的人应该对于站子Blend不陌生,其主打由品牌调香湿调制专属香氛,富有层次感的香气优雅而不似笔,加上产品种类多元而在台累积不少死中支持者。 此款商品为果冻状质地,盛装在透明玻璃罐身中透出缤纷色彩,不仅美观且摆放稳定不易倾倒,非常适合有孩童或饲养宠物的家庭选购。 不过油屋挥发速度较慢,因此气味相对较不明显,比起大瓶树的客厅、卧室,更推荐放置于鞋柜、衣橱等密闭式空间。 Hoy实验室香氛可说是近来快速崛起的本土新秀,其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,并非仰赖华丽的外包装,而是以高规格的品质获得肯定。 旗下的香氛系列皆使用化妆品等级的挥发溶液,不应压低成本而使用廉价且容易枪鼻的溶剂,成分天然且香味能与室内空气自然柔和,温和的存在感让人留下美好印象。 加上有推出铝箔补充包而能降低长期使用的开销,预锁定台湾制造以确保品质安全者不妨仪式。 如果平时没有使用香氛的习惯,只想在阅读或冥想时营造气氛,便很适合考虑无印良品所推出的现香。 其采用简约的纸盒外包装,有着方便存取且避免潮湿的优点。 虽然燃烧时间仅纽约10分钟,但产生的鸟鸟青烟能持续飘散温和优雅的香气,以小瓶树空间而言足以堪用。 另外,若想要体验日式风情,亦有日本扁摆、单柜等较为少见的香味可供选择。 不过其换算下来单支的成本并不低,对污打算长期使用且有预算考量者或许称不上最理想的选择。 此系列产品多来自于创办人在旅途中的创意发想,每一作品都会对应一个旅行目的地,而2021年旅途的第一站便是浪漫花都巴黎。 从外包装上的贴纸图纹,可见左岸的柳树和橡木成群的塞纳河畔,搭配上烂木,与混有古书,接面石块的香草腥味,点燃之后令人犹如置身于异国街道。 而独特的黑色木质竹盖也为整体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,比起常见的圆木盖更不容易看出烟熏痕迹。 可惜价格并不算亲民,如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看待或许较能够接受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